你在MC中遭遇过扭曲史蒂夫的袭击吗? 或者你遭遇过扭曲埃里克斯的袭击吗? 那么同时遭遇他们两个袭击,你遭遇过吗? 本期视频是一期有关于扭曲史蒂夫和扭曲埃里克斯的目击视频 玩家与自己的两位朋友老爸和老六正在他们的服务器中游玩 起初他们游玩的一切正常 但是当玩家三人下入到矿洞中准备挖矿时 三人刚下来,他们就在洞穴中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东西 只见一出石壁上,不断地闪烁着黑色的阴影 老六觉得这像是旧版本的故障 但是玩家清楚,当前他们游玩的版本是1.20.4 根本不是什么旧版本,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玩家觉得这有些奇怪,他本能地挖掉了这些黑色的阴影 想看看会发生什么,可挖掉之后什么也没有掉落 但相对应的,那两块石头看起来颜色有些不对劲 老六让玩家往旁边站着,自己打算靠近看看 接着另三人都很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老六竟然直接穿过了石头进入了石壁里面 玩家和老爸也迅速跟着走了进去 没想到这原来是一个暗道 一直顺着朝前走,他们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内 这里面还插着红石火把,并且这里的石壁上有着更多的黑色阴影 这太诡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故障阴影 三人都面面相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都表示不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玩家继续挖掘着这些黑色的阴影 发现这些阴影后的石头都可以穿进去 令玩家意想不到的是,等他挖开最左侧的黑色阴影走进去时 突然里面赫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来了,我的妈呀,玩家被吓得联盟逃跑 那是什么,让我们再次放慢刚才的画面 这,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扭曲史蒂夫吗 玩家边朝着地面上跑去,边通知老六和老爸 老六二人不明所以只能跟着玩家迅速逃跑 但在玩家又一次回头时,老六突然嗝屁了 我去,什么情况,并没有看到有人攻击他呀 他怎么突然就嗝屁了 扭曲史蒂夫的大名他遭遇耳闻 如果在自己的世界存档中看到了他 那也就意味着自己的世界要被破坏掉了 老爸跟玩家此时紧张的眼泪都快从嘴角流出来了 两人又跑了一会儿后,便站在那里商量着对策 最终二人决定,面对恐惧的最好办法 就是直面他,解决他,战胜他 于是二人决定重新返回矿洞内 去扭曲史蒂夫大战 两人小心翼翼地朝着洞穴内靠近 可这次下来后,洞穴里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里面多了很多红石块,并且到处都有不辣的 地狱炎,还有一些玩家头苦 玩家找了半天,之前发现的那个故障入口终于找到了 可里面的通道已经发生了变化 通道都变成了地狱炎 并且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由地狱炎搭建的十字形标志 上面还燃烧着火焰 玩家与老爸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总之他们觉得这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二人在这里也没有再次看到扭曲史蒂夫 于是,玩家二人准备离开 可突然通道的另一头,赫然站着扭曲艾利克斯的身体 好假话,扭曲史蒂夫与扭曲艾利克斯兄妹俩一起上班了呀 这也太离谱了吧 玩家和老爸大气不敢喘一下 又等了两分钟后,通道的另一头已经不见扭曲艾利克斯的身影 玩家和老爸小心翼翼地朝着出口 玩家和老爸小心翼翼地朝着出口走去 可走着走着,玩家总感觉身后有些不对劲 果然下一秒回头 扭曲艾利克斯已经出现在老爸的身后 玩家已经顾不得想太多,他拔腿就跑 下一秒消息公就传来了老爸嗝屁的消息 玩家一路狂飙,跑到了住所内 他紧锁屋门,站在里面通过窗户观察着屋外的情况 观察了一会儿后,屋外一切正常 但自己的两位朋友都不再说话了 也没有看到他们退出世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后,玩家再次打开了屋门走了出来查看 突然他在不远处的土堆上发现了异常 那里好像又是一个故障通道 因为那两块土块和其他的土块不一样 玩家好奇的走了进去 里面竟然是一个住所,还是两层的 但玩家不知道的是,危险已经环绕着他的周围了 突然他在前方的床底下 来了老弟 牛群史丽夫已经站在自己前方了 不会是到此结束了 好了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那啥都看到这儿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 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MC中的纳尺神庙大家都不陌生吧 据说在里面能找到纳尺不应的身影 本期我们的玩家就决定去找找传说中的纳尺神庙 我们可以看到,玩家已经来到了纳尺神庙的机关前 屏幕前的大家知道如何进入到纳尺神庙吗 玩家正准备进入神庙,突然下一秒回头 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个身影 随即便瞬间消失 此时天边还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雷声 刚刚那像是纳尺的身影 不过他的双眼是白色的 难道这里真的存在传说中的纳尺不应? 玩家又在附近的树林中查找了一番 并没有再次看到纳尺的身影 接着,玩家走到了那口水井前 随后他拿出了物品栏的金钉,朝着里面扔了进去 数秒钟过后,前方的机关按道打开 玩家迅速的朝前走 走了没几步后 他已经看到了不远处固然站着纳尺的身影 突然玩家被机关门夹了一下 玩家迅速后退数秒 他等待着机关门再次打开 没多久后,机关门再次打开 玩家迅速的冲了出去 此时大量的钻石已经出现在玩家面前 而不远处的纳尺正站在前方的纳尺神像的嘴部 盯着玩家看 玩家放大看了看那个拥有着白色双蚁的纳尺Brain 纳尺随即开始摇头 接着他便消失了 玩家随即拿出了弓 开始朝着对面的纳尺神像射箭 一番射箭后并没有什么反应 正当玩家准备离开这里时 突然纳尺Brain已经闪现到了他的面前 玩家被吓了一跳 他迅速朝着纳尺Brain发射箭矢 但是诡异的是 箭矢击中纳尺后什么反应也没有 并且自己会遭到箭矢的反击 此时玩家的屏幕开始出现故障 巨大的噪音充斥着自己的双耳 玩家此时想转身逃跑 可身后的机关门却死死的关闭着 当玩家再次转身查看时 前方赫然出现了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 到我这里你就死定了 玩家看后后被发凉 随即纳尺Brain已经回到了神像的嘴部 玩家思索了片刻后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决定搭平台去对面 他想看看自己是否会嗝屁 一段时间后 玩家已经来到了纳尺神像这里 进入纳尺神像的嘴部 里面有一扇木门 在其周围插满着红石火把 而一旁墙壁的告示牌上写着 此时玩家才意识到 自己之前对纳尺Brain的行为太过于鲁莽 他给了自己钻石 而自己却用弓箭攻击塔 玩家此时非常后悔 而世界内的天色 也已经在玩家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黑夜 玩家决定进入到纳尺神像内部探索一番 进来后 他查看了一番周围的情况 突然玩家再次遭到神秘力量的攻击 玩家害怕极了 他思索片刻后 接着 他决定将自己背包中的钻石都还给纳尺Brain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歉意 果不其然 数秒钟过后 纳尺Brain再次出现了 就站在前方的激烟墙壁前 玩家看着前方的纳尺Brain 思索片刻后 他决定过去 突然就在这时 游戏内响起了诡异的音乐 并且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洞穴音效 而此时前方的纳尺Brain突然消失了 前方的平台也瞬间消失 玩家有遇中极其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下一秒回头 纳尺Brain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 随即 玩家就被从这里击落了下去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那啥都看到这儿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